巴拉圭东方市的慈祭志工们 东令发放 当地很多的学生都主动帮忙 蓝天之下 绿地之上 位在罗贝斯印第安村的慈祭第三所希望小学 小朋友们整齐列队 因为东方市慈祭志工 总算等到天气放晴断桥修复 才能来见面发放 慈祭援助建校八年来 每年冬天志工都会带来米面的食品 这一回车上除了71户家庭的物资 还有些二手艺 二手书 让孩子身子多保暖 智慧也多增长 爱与关怀带动孩子懂得合作互助 高年级生会主动帮忙搬运 村民也会穿上背心 让发放过程顺利 生活困难 人生路或许不好走 但在印第安村大家都相信 有教育就有未来 新闻之下美职工蔡其如 巴拉圭报导